Hello 大家好 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 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感冒 然后你们现在可能还能听到 我现在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冒音 但是至少我现在不流鼻涕也不咳嗽了 所以我想说抓紧时间 赶紧给你们录一支视频 然后跟你们见一面 这样知道 我还是让你们知道我还是在这里的 不然的话大家可能觉得说 这个人哪去了哪里去了 对我在 只不过我生病了 然后跟大家说一个 比较令人激动的一个好消息 我的Instagram就是 我的Instagram之前是有设置是private 然后我没有就是公开public给就是每个人看 但是呢前一阵子我把我的Instagram打开了 所以说如果你们比较想念我 然后还想就是follow我的日常生活 我在Instagram上面更新的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会把我的Instagram放到这边 写在这边 然后还会放到下面的info box 然后想follow我的朋友妈妈可以就去follow我一下 然后当然还可以就是关注我的微博 微博上面可能会就是不定期的po一些 认定散散散的砸七砸八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们可以就是想去follow我的话也可以去follow我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视频主题 今天啊想给大家做的这个视频主题呢 名字叫做实践提高生活质量的幸福小物 对就是这个主题 我知道YouTube上面就是很早很早就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博主都已经做过这个视频了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enjoy去看这种视频 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就是家居类的东西 还有就是生活上面的东西 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就是衣服鞋包包美妆之外 然后是我就是还是比较重视的一部分吧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大家拍的就是这个实践小物 幸福小物的这种视频 然后所以说呢我在想那我也来就是想想我生活当中有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幸福的小物推荐给你们 就是不是推荐给你们就是分享给你们 可能就是东西我在我生活当中让我幸福感的东西远远要超过这实践 但是呢我精挑细选选出的这实践呢就是每天就是要陪伴着我 然后我觉得就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看 因为每个人对就是幸福的定义啊它是不一样的 这些东西是给我会给我带来幸福感 那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如果我讲到的这些东西你跟我有同感那可以留言我们下面交流交流 然后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那也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件东西 第一件呢让我觉得很提高幸福感的东西 在我的生活当中应该就是杯子吧 杯子类的东西 我这边拿了四个不同种类的杯子分享给你们 但是我的杯子认识我的朋友会知道我是一个疯狂爱买杯子的小姑娘 对 然后就是各类的杯子只要有好看的我一定会买 我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啊 但是我觉得摆在那边就会让我很安心很温暖很幸福 那首先呢最近我入的就是比较冬天比较Christmas的一个杯子 我最近非常的喜欢 就是这一个Snowman的这个咖啡杯吧 我拿来就是拿它来喝水啊喝饮料喝咖啡都会用它 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冬天啊 然后现在外面正在下雪 有没有很应景啊 然后这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杯子 另外一个呢也是我就是买了没有多久 就是一个可以外出的杯子就是讲这样子它的颜色很好看啊有没有它这个里面是玻璃的然后它这个牌子就是BKR好像就是这个牌子还挺流行的它会在美妆那边那个那个专柜那边去卖我不知道它就是放在那边去买然后它里面是玻璃的外面包了一层这种就是防滑的套子 然后我选的是这种浅浅的橘粉色吧 但是它这个冬天拿出去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很保温你的水就会被冰掉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去锻炼啊然后跑步啊或者是你就是平时逛街拿出去就觉得有没有很fashion的感觉就是拿这个杯子来喝水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一个 再一个一种杯子呢就是像这种喝果汁啊喝smoothie啊或者是喝冰咖啡的这种这种杯子 然后这个杯子我也是用很多很多种今天我就是用了最基本的这一种然后里面放的是果汁 这个就是平时我在家里面喝果汁最多应该就是喝果汁吧 然后夏天会喝冰咖啡会用它也是非常的喜欢 讲完了喝水的杯子你们知道吗我连刷牙的杯子都要就是定期换一换 然后才让我刷牙刷的很开心 然后最近我换到的一个杯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子 它是仔细看里面是有这种小星星的图案 然后就是透明的玻璃杯啊对我的指甲就是全部都要都掉了 我没有时间去去补它所以就不要介意了你们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杯子现在就是我的刷牙背 然后我觉得这个杯子摆在你的梳妆台上洗手台上然后也非常的好看 然后用起来会觉得挺幸福的挺舒服的有没有 那讲到刷牙我第二样就是让我很提高幸福感的一样东西就是牙膏 有没有很奇怪我这个人用牙膏真的是很很挑吧自从就是我用了这个MARVIS这个牌子的牙膏 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定不会陌生了这是牙膏里面的爱马仕了 然后我就完全没办法去换掉就是换掉它就是没办法去用其他的牙膏 不是说我就是事事的那种的就是啊对于我来说这个牙膏真的是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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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了 我现在手里的这个味道是Ginger Mint 然后我还我买他们家除了买Ginger Mint 然后就另外一个口味是Lavender 然后我可以放一个照片在这边或者在这边 就是紫色的那一款这两款就是我一直在用 然后现在家里我就是只是最后一款了 然后用完了我就一定要去买 我尝试过说用完它我换掉一些比较便宜的牙膏我真的不喜欢 可能就是那句话就人上了一定的高度然后你就下不来了吧 所以说牙膏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用到就是让我非常不喜欢的牙膏 我早就是早晚刷牙我这一天的心情就不好啊 就觉得哪里都怪怪的啊 因为嘴巴里就怪怪的 你就一天一天早上你就被一个不好闻不好用的牙膏 然后就被呛到啊或者是不小心就喝进你喝进你的肚子里啊 然后你心情能好吗对不对 所以说一款深得我心的牙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下一样呢就是关于手类的产品 然后我这个人也有一个比较比较比较奇怪的地方吧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我的手是那种黏黏油油脏脏的感觉 我冬天我的手非常的干 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会在洗手 然后洗到我的手就会干掉 但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油了吧唧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包包里还有家里面的话可能就不会用它 包包里一定要背的一个东西就是干洗手液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干洗手液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 Bassan Body Works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是宝宝用的 这款宝宝用的是alcohol free 它完全没有那种刺鼻子的味道 大家知道就是有宝宝了之后这种对气味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要很注意嘛 然后其实起初买来它我是看就是它这个是可以给宝宝用的 然后后来就是我有用 就比如说在外面啊要抱宝宝或者给它换diaper的时候 没有空你去就是着急没有空洗手 你就把它挤在手上 它是这种泡沫状的泡沫状的 然后完全没有味道 然后你就擦到手上你的手就也不会刺激你的手 就跟洗的手是一样的 然后你的手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净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接受不了那种香精很浓的干洗手液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买这种宝宝的 然后就是没有味道 然后而且还会洗得很干净的这种洗手液放在包包里 其实这边有点作弊了 我把它归为的是一样产品 因为它是一类的 就因为是洗手液 在家里的话我很少会用洗手液吧 就是这种干洗手液 但是在家里面我一定会用到这种就是洗手液的类型 对于洗手液我也有就是自己比较特别的见解吧 洗手液如果味道不好 我洗不干净 我也会就是疯掉的那种 然后这两桶呢是我最近才就是随便发现的一个品牌的洗手液 然后它的味道 然后还有洗完手的那个感觉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再加上它的外包装就是很可爱啊 很好看放在你的洗手台上 然后洗手液的话我放在家里的洗手液 每一瓶都是很有特点的 不然的话我就会就是经常换就是洗手液的那个罐子 自己往里倒洗手液 不然我就一定会买这种非常非常就是特别的洗手液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很普通的洗手液摆在我的洗手台上 我可能会嫌弃它 因为我觉得它不好看 它好用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它倒到就是好看的洗手液的罐子里吧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洗手液跟干洗就是这种洗手液还有这种干洗手液都是我的最爱 嗯讲到就是这一类清洁类的产品呢 我还有一个也不能说是比较奇怪的东西吧 嗯就是这样一个是Bad Air Sponge 这个东西的话嗯它是一个除臭的 除臭除异味的一个像嗯香体膏怎么讲它里面是膏状的东西 嗯它打开之后就有这种黑黑的这种东西在上面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这种盖子 它这个东西嗯用处其实蛮多的嗯可以放到新车上面去吸就是新车的那个皮子味道 然后可以放到新家的里面就是吸嗯新家的一些家具啊然后装修的一些味道 嗯我主要把它放到的是洗手间跟我的房间 嗯因为嗯这两个地方洗手间呢会经常扔一些宝宝的尿布嘛 尿布放时间长了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很大的味道嘛 然后就会吸一些洗手间里的异味 然后放到我的房间也是就是因为宝宝会经常在里面玩耍啊 我希望就是空气是好一些 总体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吸坏空气的东西 虽然说它的功效没有说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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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厉害 就是哇一下子你的那个异味都不见了 但是就是长期放在那边你还会就是你会感觉到它会有一种就是 会帮你清除那些坏空气的效果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每个家里面都应该备的吧 可以放到洗手间 因为我觉得洗手间有我之前是放嗯放就是车上的那种香膏嘛 但是我觉得太香了 这个它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自己本身的那种散发出来的香味 而是说它把那个坏的空气吸到它的这个里面啊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就大概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放在车上放在洗手间放在房间 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嗯小东西 所以说它也是在我生活当中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那下一样呢就是哦这一个 这个东西就是粘毛啊 然后还有就是粘各种灰尘的一个小滚筒吧 为什么我会就是把它也放到这个 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到这个幸福小物里面呢 因为我每天都会用它无数次粘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我有的时候都会把它就是拿放到地上直接粘 啊因为现在就是我头发就是掉的还是蛮厉害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地上全都是我的头发 我都看不到那种的 然后拿它一粘就会玩 哦怎么那么多头发在地上 嗯还有就是把它就是拿它粘衣服啊 还有宝宝玩的那个地毯上面 就是它在它在那边玩 我就就顺便就拿这个就粘一粘就清一清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用 这个东西真的是每天用它无数次 所以说我把它也放到了这个幸福小物里面 因为你的家变干净了 你的心情就变好了 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觉得你就变幸福了 有没有 好的那下一个东西呢 嗯我就是说一下眼药水吧 嗯我现在最爱用的这款眼药水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堪称眼药水界的爱马仕 是一款玫瑰味道的眼药水 我喜欢它的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闻 第二呢就是它点在眼睛里一点都不会刺激 嗯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用的就是 有一款黑色的FX 那款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嗯那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了 但是我用完它之后我就觉得点眼药水就是一种很高纳上的事情 因为它的香味真的是让你觉得很舒服 它不是那种薄荷味而是那种柠檬的 呃柠檬 而是那种玫瑰的味道 因为现在就是看电脑啊看电手看电脑看手机看iPad 时间都非常非常的久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会觉得你的眼睛都非常非常的疲劳 所以说睡觉之前一定要点两滴眼药水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 就是非常的舒缓一下就是那个感觉就会让你觉得 哦一天的烦恼就会不见了 因为有的时候戴眼线也就戴时间长了 也是会眼睛会痛掉 你知道眼睛痛的感觉真的是很难受 所以说呢提高幸福感的小物一定要有眼药水 好那下一个产品呢也是关于就是 美变美吧变美的产品就是梳子 虽然说大家看看我就好像没什么发型之类的 但是我还是蛮爱梳头的一个人吧 我确实是懒得挺懒得整理头发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我的我的发质我是整理不好了 就是整理跟没整理一样 有的时候我花半个小时来整头发 然后我朋友说哎你今天怎么没梳头啊 然后我想说那我何必呢 我拿出那半个小时来我干别的不好吗 但是梳子呢我觉得 嗯你值得去入手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梳子梳在头皮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每天晚上就是梳头啊或者早上梳头 你会觉得你的头皮非常的放松的情况下 你整个人也会比较放松 然后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好 有的时候就是扎马尾便 就是扎时间长了 就是这边就是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我一定就是要用梳子去梳它 然后就去按摩头皮 然后才会让就是整个的就是人比较轻松一点 不然的话就一直觉得头很痛 头很痛有没有很烦就是很烦嘛 然后我现在最爱用的两把梳子就是这两把 嗯首先讲这个木梳子吧 这款梳子就是Avila他们家 Avila就是专门做这个护发产品的这个家 这家的梳子 嗯这款梳子呢它非常非常的结实 这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非常最最结实的一把梳子 之前的梳子竟然会被我梳断过 而且是这种梳子会被我梳断过 我不知道是我的头发有问题 还是这个梳子有问题 但是我自从买了它之后 它这个按摩头皮的这个上面这些小小点点啊 小啾啾啊 然后就按摩头皮的效果就非常好 梳在头上就是让你的头皮非常的舒服 然后每天我就是晚上会拿它梳头发 白天的话我是用这一把 这一把梳子是嗯是什么牌子 是Anna Street吧应该是对 嗯我买了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我最近才把它就是拿出来 就是又重新开始用 原因呢是大家看我就是头发现在颜色比较浅了 因为我瓢过了然后又染过了 所以说梳就是梳起头发来就是会有点干 会有点色 这把梳子呢它是大的这种尺里面 会包一些就是那种零零碎碎的那种像刷鞋刷子之类的那种毛 这种梳子呢就是防打击 然后还防静电会让你的头发特别特别的贴 特别特别的顺 你看我梳完了整个头发就是很顺啊很贴啊 然后这个梳子之前我没有觉得很好用 就是我早晚才用而且用完了就是整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放松 然后就非常非常舒服的感觉 所以说呢我也把它放到这个十件幸福小屋里面呢 下一样东西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我来拿给你们 你看它上面有一个高高的椅背 然后两边都是有这种可以给你包住的腿 这个也可以放到床上 我有试过放到床上 因为我现在没有床头 然后我就是靠在墙的时候会把它放到床上 但是我觉得它放到地上非常的好用 我现在这个东西的位置就是摆在我床下的地上 因为我在那边就是我的房间那边嘛 宝宝会在地上就是玩耍 然后我在就是陪着他一起玩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只着坐着很累嘛 我就会把它放到就是墙角那边 然后就靠到他 对 Excuse me 看我的感冒还是没有好啊 但是我还是坚持在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好我们现在继续继续继续聊 继续聊刚才讲的这个枕头 就是我刚才说就是把它放到墙角 然后靠在上面就是非常的舒服 我正在想就是说可能还要再去多买几个吧 要放到就是楼下就是宝宝玩的地方 然后大人就可以靠在这边 所以说这个就是 而且放在家里面也很好看啊 就是很cozy很温暖的感觉 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装饰品吧 就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小沙发 就是还挺可爱的嘛 放在那边 但主要是你在地上看电脑看手机的时候 需要一个它真的会很舒服 下一个产品呢 是一个加湿器 就是讲这样子的加湿器 我这一款就是加湿器 然后它是其实是可以点就是香薰进去的 就是任何的加湿器啊 香薰机我觉得都OK 但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就是我这一款呢 首先就是它的容水量还是挺大的 再加上就是说 它设计简单大方 就是很好看 摆在你的任何的位置 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 它有变色的光在那边会就是亮着 然后就会觉得 哦还蛮好看的 我会就是放一段小的视频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它晚上是什么效果 嗯 基本上我没有拿它点过香薰 精油啦 不是香薰 是精油 对精油 我没有点它 就是用它点精油 之前 没有饱饱 之前我会喷我喜欢的香水在这里面 然后再倒上水 然后就是让它就是 一边就是加湿 然后一边就会有那种香水的味道出来 嗯 然后现在的话 我用它自己就是用清水了 因为我怕就是香水的味道会就是刺激到饱了嘛 所以说不太好 这个东西也是嗯 我觉得就是让我的生活蛮有幸福感的一样小东西 下一个东西呢 可能大家在我的视频里已经见过了 就是这样一个lightbox 我上面的东西好像掉了 对就是像这样就是这一个lightbox就是cinema lightbox 它这个呢就是说你看可以亮起来 然后嗯你买它的时候这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字母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图案你可以就是去搭配的去放在这个上面 这个东西呢平时的话可能就是你觉得没什么用吧 就是摆在那边 但是摆在那边就是说你每天的心情啊都可以拼一个字母啊 或者是用一些符号啊 然后去摆在那边比较好看嘛 然后像我们就是像我这样可以录视频 然后有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标题啊打在那边 然后就觉得很炫酷有没有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买回来之后就是还是真的很喜欢 摆在那边我都觉得很好看 所以说我把它也就是放进来了 最后一样想跟大家说的 我感觉我好像说了已经超过十样了吧 好我们就讲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东西就是收纳盒 嗯我现在就是手里没有就是说空的收纳盒 因为我们收纳盒所有的收纳盒全部都是装满了东西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我家里收纳盒 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买收纳盒的 嗯各种各样的收纳盒 有的时候会淘到一些很好看很好看的一些小托扒啊 然后小收纳盒啊 然后都不知道该装什么 但是就是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收纳盒很重要是 第一它会就是让你的东西保持整洁 然后放在那边也会很好看 然后可以给你的就是家里添加就是一点幸福感 所以说收纳盒也是让我生活就是幸福感提高的一样东西 然后我会就是insert一些就是小小的clip 然后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就是几个收纳盒 那今天这个视频啊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说以上就是我实践你让我生活质量提高的幸福小物 如果就是你跟我一样有同感 我讲到这些东西或者你有什么你自己喜欢的让你很幸福的小物 那就可以留言给我们可以在下面好好地交流一下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instagram然后还有微博 我都打在这边 你们可以去follow我一下 因为现在就是时间没有那么多 然后就没有可能没有办法很经常跟大家更新视频 但是发照片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想就是follow我的生活 那就去follow我的instagram跟我的微博 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还是一样 你麻烦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想看到我新视频 然后收到更新提醒的话 可以点击下面订阅我 那么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因为2016年就这样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崭新了一个2017年 我希望大家就是都能够好好的生活 然后开心快乐的面对每一天 然后多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 也许就是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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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